也是为几个A和B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冲撞 那么这个最具体的今年有比如说反热钱战争 因为有一个金融帝国主义的一个热钱集团 试图洗劫中国 有一些海外的热钱的对中国股市的袭击等等 你对这项一些思维你怎么在看 某种意义上来讲 当今全球的商业世界已经进入到了中国和美国进行博弈的一个时期 甚至无论是今年的华尔街风波 中国政府的我们的立场变得很重要 包括现在我们的人民币的升值或贬值 我们的汇率问题都会影响到美国欧盟日本东南亚地区 整个一个全球化经济的一个运转 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是我们的学界 我们的公众还不适应我们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么在会员这个事情里面 我们是不是还多少能够看到一点进步呢 过去三年里面有三件事 2006年有过凯雷要收购徐公案 结果我们的结果会发现这个收购流产掉了 那么到2007年中军后想要利用民币的